过年期间有澎湃的年菜和各种事项的讨价 为民众的身体健康是增加了为主意的负担 第四 南岛边的营养师表示 民众应该要渐渐来回合更清的口味 料理方式也尽量用脆 多吃一些五个饭 素材最高 定定签为更多的东西 仍然还来配合定期的运动 这样很快就能来回合健康的身体 过年后的一些饮食的话 能够尽量以清淡 滴油 滴盐 滴糖为主 那像我们一些婆婆妈妈 如果说有一些年节购买过多的食材的部分的话 我们希望能够改变一些烹调的方式 比方说我们的一些鱼啊 我们可以用清蒸的方式 如果说我们要做红烧的部分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增加青菜跟蔬果的部分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番茄啦 或者是洋葱 或者是青椒的部分 来增加它的纤维质 除了料理方式的改变 也能够多吃五个饭 素材 丁丁 签为更多的东西 来减少 消化 心中 糖油 丁丁 白铁的三生 回归到我们正常的三餐啊 那早餐的话或者是午晚餐的话 我们的饭类的话就是还是尽量以高纤为主 比方说我们可以增加一些全麦的东西 全麦的吐司啊 或者是一些我们的一些五穀饭啊 或者是一些根筋类的一些蔬果 这样子的话 等我们的热量比较低 纤维质也会比较高 因为条件以外 配合定期的运动也很重要 运动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说 每天都是做持续的运动 那可以的话就是以自己的身体的一些体力 或者是或许你没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慢性疾病的话 来做考量 那大概原则上就是还是持续三十分钟以上 那慢慢的增减这样子 虽然九天的存在家旗 早就已经结束 但是很多民众 同样也没有回合尽上的饮食和运动 营养苏提醒大家 一定要开始控制 修好自己的健康 记者贤心仪仓报道